怎么样改版型 刚刚没录到 特别主要就是第一个 把那个切到TES里面 把原来叫Relative改成Linear 这个很简单 你打个L 它就会提示 点两下就盖过去了 第二的话再切回来 那它的方向 特别主要 原来可能是 这个Hororonto 就是预设是水平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因为水平的是这个 也变成说你的版型 它会往这个方向跑 那可是我们将来的东西 就是要往下跑 所以请各位注意 在这个Linear Layout的属性 Property里面 找一个叫Orientation O开头的 Orientation 这个它的方向 请你把它的方向 改成叫Vertical 就是垂直的 那这个Linear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它没有变化 以前Eclipse会变化 可是这边不会 所以Refresh一下 让它重整一下 接下来的话 原来的TestView 你可以把它删掉 重新拉也可以 我们是把它Delete掉 然后再拉一个大的字 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 我们就变更什么 第一个 里面的文字 变更里面文字很简单 找到里面的属性 叫做Test 我想这个都直觉的 只是说因为你们可能 对这个环境还不熟悉 所以找一下 直觉的Test 文字里面 打上电话号码帽号 这几个字 那Enter过去之后的话 再来颜色怎么调 其实颜色就TestColor 直觉的 你把它点一下 不过我发现这个功能 比Eclipse还强 Eclipse以前要自己手打 比如说你要绿色的话 你就要打一个什么 锦00FF00 那新版的这个 我觉得它比较厉害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从调色盘里面 去选择颜色 这个比较合理 所以这个新版的 才有这个功能 就是Android Studio 你要看什么颜色 反正你只要颜色就好了 无论什么颜色 反正看起来有个颜色 OK 再来的话 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从哪边调 Test Size 那当然 你点这边旁边 它有系统的那个大小 可是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有系统内建的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是要多大多小 就是多少个像素 所以这边取消一下 请注意一下 就是你只要在后面 打一个单位叫SP SP的话是相对的像素 那你打DP也可以 不过DP的话是绝对的像素 那Google里面 Android是建议是用SP 那我们用SP 那这个数字的话 当然你可以打大概30 如果40 Enter一下看看 有比较大一点 不过这样太大了 我建议大概差不多30好了 OK 你就把字打上去30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上面的部分了 再来要布局什么 底下的1到12 可能不是12 1到9 然后中间会有需要什么米字键那些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需要再加上其他按钮 这个按钮部分的话 我想你就做一个范本 其他用复制的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做一个 其他长得一样嘛 所以一个怎么做呢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你恐怕要直接放在这边 你如果按钮放上去 它如果Linear layout 它不能放三个 意思就是说 假如你们等一下可以玩 它这个可能要 初期可能你会对它 有点觉得怎么这么难 拖拉过来放开 一个按钮 宽度可以调一下 多宽呢 大概差不多60左右吧 反正这个大小自己可以决定 那它的宽度的话呢 应该会有一个 可以调整那个宽度的那个 一个属性 就是叫做layout里面的wise 那这边单位是DP 我们用预设DP 60 好 那里面的文字的话呢 当然就是 这边有个什么test 所以你这边可以有个test new button 输入1就可以enter 字就上去了 那一个做完之后 当然你会想说做第二个 第二个其实你可以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复制 再把它复制上去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那记得多按Ctrl键 把它复制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复制之后的话 切过来 看一下 在以前的Eclery版本 是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不过 我发现Android Studio 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时候还是借用什么 test模式 一个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复制一个 就是button到button 这个就是按钮 Ctrl C Ctrl V贴上 OK 那贴上一个 你会发现多一个 字变成2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我们希望怎么样 它要摆它的旁边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摆它的旁边 因为我们现在linear的要 没有办法办到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 记得 在这个上面呢 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linear layout 的一个排版 把它拉过来 拉到哪里呢 拉到它的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两个按钮 丢进来 丢进来 有没有发现 它们就可以放进来 如果两个 那再切过来 一共有三个 三个的话 那就再一个 再一个 Ctrl C Ctrl V贴上 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改成3 记得都是放在这个linear layout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 这边为什么会出错呢 这个ID名称不能一模一样 都叫button 所以这边叫 B01 这个叫B01 这个叫B02 依此类推 B02 这个叫B03 依此类推 好 这样子 那不就是有一排了 那第二排怎么产生 很简单 其实就是这个layout 这个layout到 这个layout 指的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在这边 如果你要再往下 怎么办 再复制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456 再复制一个 789 再复制一个 颈字号 0 米字号 再复制一个 把其中两个按钮去掉 变一个大的 拉宽一点点 改清楚 不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反正就是 因为当然我们不要一直 用想到Eclipse 不过以前有很多同学有学过Eclipse 但是有些东西在Eclipse可以 那这边不行怎么办 没关系 一样嘛 反正就文字看得懂 这跟做网页很像 如果你以前有写过 类似网页的 这概念都一样 贴贴贴贴贴 这样的话就完成 所以版型很快做出来 特别至于那上面的按钮 就是B01 一直到B12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Bclear 反正就是给它一个命名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那个把它摆中间 可不可以 其实有没有 我们好像偏左边 你可以对齐的地方找一下 也可以把它什么 那个置中一下 就长得像这样子 OK 那不够特别注意 刚刚可能还有两 可能还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原来的位置 不是在center 我们原来在这里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版型 它的那个不是宽度 是高度 高度它预设好像是什么 match pattern 长这样子 特别是 这个所谓的 它的layout的高度 所以我们预设 从这边拉过来的 这个东西拉过来之后 它预设 它的那个高度 height layout的高度 它是会跟parent parent指的是它的副层 副层是指的是外面这个框 所以你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如果是match parent 那就会整个变得最大了 那底下的东西 你放奇怪怎么不见了 不是不见 因为你要必须改layout的高度 那layout高度怎么改 其实你就是wap content就可以 wap content就是根据 里面的元件大小去做缩放 有没有 ok 第一个就搞定了 所以等一下你们可能会遇到 第一个问题大概是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要熟悉 可能那个里面的属性 你只要熟悉之后 反正遇到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三个按钮 现在是偏向什么 偏向左边 那如果你要放中间的话 你需要改哪个属性呢 特别注意哦 里面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底下 orientation的下面这边 这个有个叫gravity 这个gravity指的就是 里面的元件 你要放在靠哪一个地方 它一定是九个格子嘛 反正就像那个你们使用 以前握的不是储存格排版的位置吗 那你把它展开来 它这边有个箭头 点开来 上 下 左右 然后有一个什么呢 center center的话有个 是至中还有分什么 vertical 是垂直的至中呢 还是水平的至中呢 那如果你不知道哪一个 你干脆选 完全至中 就是在正中央那个 那正中央那个在哪里 就在这里嘛 center 打勾不就好了 它就给你放在 你要的位置上面 应该OK吧 反正我们现在都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可以用旁边的那个图形化界面 当然用图形化界面 如果不行的话 要切到文字模式 不过这些动作 全部文字模式都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标签打上去 或者做修改 当然在这边改会简单许多 那改完之后呢 再分别把这一个哦 这个区段复制 这个区段在哪里呢 这个区段呢 我刚刚是从上面嘛 123对不对 所以从那个layout这边 layout这一行对不对 把它选选选选 选123对不对 复制贴下来 然后改什么呢 改它的ID 本来是B0123对不对 我就B04 05 06 然后呢 里面的文字就是456嘛 然后再贴 贴一个就变789 有没有 所以789 然后再来就怎样 10 没有10啦 但是我按钮是10 可是里面放什么 里面是放信号 第10个我是放信号啦 所以最好你们等一下 规则尽量跟我一样 因为我的source 我的程式码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跑 所以如果你跟我不一样 到时候跑下来 结果会怪怪的 然后这边是信号是10 底下0的话是 我是多一个 不是11 叫0 B00 OK 我的逻辑是这样 B00 这样比较好记 不然你11到时候 11跟0没有match 那就怪怪的 所以我干脆叫B00 这样以后看到 你刚刚的ID 第一是大写 现在是小写 那一定要用大写 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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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为有一些 有时候大写 有时候小写 这有时候 可能有时候 不过这不影响 因为ID 如果你用小写 那你全部用小写 如果你大写 就全部用大写好了 OK 因为在 Android跟Java里面 大小写是有区隔的 是不同的东西 可是在什么VB Microsoft的那个Visual Studio 那里面VB是不分的 不过C Sharp又变有分了 所以这个规则部分 OK 你看得很细 因为有些是之前贴上来的 不然你说 我一边同学有问题 我一边又要把东西做出来 实在 不然应该理论上 全部都把它改大写 才会有连贯性 OK 就跟什么那个武侠片一样 他突然本来穿的红色衣服 突然马上又变成 变黄色衣服 那如果眼间的 马上看出破绽 好 那这应该不影响 OK 不影响 好 那这个地方 主要是规则 反正就是你对得到的 就OK 然后在最后的话 有一个这个 这个按钮的话 实际上我只有把那个宽度 有没有 这个宽度 把它改成150 150DP 这个是指的是这里面 外面一样会包 看你要不要包一个layout 不包layout也可以 包layout也可以 直接放也可以 里面的宽度实际上就是从哪里 从这边 wise 宽度 把它直接输入什么 150DP 本来有一个 有三个 你就把另外两个删掉 留一个就好了 也可以 这样子 那里面的名称 我叫做什么 叫做clear B 这边 B Clear 这边 OK 那就是先把那个界面布局 反正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跟user做沟通的桥梁 那你排版 尽量排越整齐 user用起来越顺手 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了解 怎么样使用这个layout 所以这个layout 然后还有用那个vg vg大概用两个而已吧 不外乎就是textview跟button 那当然同学也可以试试看 其实用什么 用table layout加上table row 其实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这个可能要try一下 我想这个主要反正因为像网页 早期没有那个div 我们也是用那个什么用table去做排版 也是排得出来 只是说你可能自己try一下吧 因为这个东西 那最重要就是熟悉这里面的环境 有哪一些东西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把画面还给各位 那等一下 我再把那个可能需要截图的部分 帮各位截图放上去好了 greatest p delivery 点Then 再来